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7月大船巡航十年一幕 接下来小编就用两篇文章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在火线十周年这一整年的时间里 都发生了哪些火线大事件开年巨制 生存禁忌 在2018年一时CF 就为大家带来了第一个大手笔制作 正是更新了官家们期待许久的杀害生存模式 虽然游戏画面和游戏体验仍然是大家熟悉的 但是新模式的游戏规则却不同以往的任何一种模式 在新的战场上 该模式不仅考验着火线战士们的枪法和意识 也对战士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那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去 直至最后胜利为止 新的号角 高清竞技大区经过十年的沉淀 十年的积累在2018年的重夏之际 CF官方终于放出了一个惊天爆料 全新的高清竞技大区即将来袭 而随着CFHD的出现 每一个CF玩家都开始坚信这款 已经陪伴了自己十年青春的郭明枪战网游 真的还能陪自己再战十年 在近期的南京邀请赛上沉寂许久的CFHD 给玩家们带来了一场是决胜宴 大有要盖过总决赛的风头的意味 这也让玩家们开始了新的期待佣兵们 准备迎接新号角的春夏晚 十年一梦 千里穿越随着2018年火线十周年庆典的到来 官方也给玩家们来了一记情环沙 花了大手笔 在线下打造了一艘现实版的火线运输船 这艘运输船由江城重庆启航 附近武汉南京最终在上海停航 并与准时举办的火线十周年庆典会晤 这艘千里航行的运输船 对于有情怀的CF团家来说 那简直就是拉开了回忆的闸门 看着这艘陪伴了自己十年的运输船 竟真的在长江航道上航行着 怎么能不叫人感慨万千 十年一梦 如今你已到来 各位小伙伴不要忘记关注本乎 我们的运输船 我希望大家多见 让敏据 优优独播剧场